很高兴今天来做一个 做这个报告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How to write a good paper and get it published 然后主要是分成六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讲一下 How to play your paper from the start 这个呢 主要我们看这个 从这个漫画当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意思 同样跟作文一样的啊 这个学术论文的论题 如果无趣的话呢 其实再写也是没有用了 所以呢 从一开始 我们就是说可能在更早以前 从你的研究开始之前 就要Plan your publication 然后具体的一个好的 前面就说到一个好的research article呢 实际上远远是从你开始 写这篇文章开始呢 就应该有一个构思 然后呢 有哪一些 比较重要的因素要考虑到呢 首先我们看是 这些questions要考虑 是什么 然后从那个 医学的文章来 从医学上来说 比方说是clinical的这些东西 这些呢 我前段时间听到一个 非常C年的海外的一个 从事医学研究的一个老师 说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对clinical或者是 呃 医学的文章和一些 生物学的文章 它还是有区别的 生物学很多文章呢 是从hypothesis是出发的 但医学呢 我们很多可能是看到一个observation 或者是一些phenotypes 然后呢 产生了一些clinical question 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如何transform clinical question into a hypothesis or research question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关键点 你要把你这些clinical的observation或者你这些phenotypes 你要把产生的问题呢 有一个转化 把它转化成一个 转化成一个假设 或者是一个研究型的问题 这个非常关键 然后其次呢 根据这个hypothesis 或者是research question 你这个实验又是如何设计的 如何设计的 要围绕这个问题来设计 然后采取合适的一些propriate methods 方法去回答你这些问题 在这当中呢 还有非常重要的 考虑到的是有一些伦理的批准 ethical approval 如果特别是尤其是涉及到人体 或者一些动物的那个研究的话 那你首先要得到你这个ethical approval 从你当地的那些community 伦理研究机构 有的是学校 有的是院系 或者甚至是上升到当地的一些专门的机构 你要从他们这儿得到一个ethical approval 在你实施这个实验之前 要得到一个ethical approval 在递交文章的时候 要有一个provide的一个number 然后如果特别是涉及到病人样本的动物 病人样本的那要得到一个consent 包括in form的consent 会具体说到这些问题 但这些在你实验开始的时候 只看 那有一个登记记录 如何使文章发表更高的要求呢 比方说更深层次的 如果为了要把文章发表到比较好的期刊上 那是否有一个sample size 是否足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sample size 以及你这个for 或者是一个临床研究后面的后期的follow up 是否是一个long term的follow up 有一个很好的good adherence adherence from the participants 其次呢 再一点就是说是 对所有的文章都是适用的 就是up to date的这个literature 你要keep 你这个要表现你这个文章的novelty 是在什么层次上面 要有一个up to date的 date的一个with literature 然后你的统计分析 是否足够 是否是全面的 从影响力上面来说 有的时候呢 甚至我们认为那个negative data 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反映了一些 甚至也是反映了一个问题 解决了一个问题的 所以negative data 有的时候也甚至也是很重要的 嗯 其次呢 比方说是appropriate reporting standards 尤其是对一些医学的文章 医学医学期刊 它会有相根据研究类型 它会有一些要求 要符合一些reporting 呃guidelines 那后面我们会提到的 那这些都是提前在你的研究 呃开始之前就会考虑到的 因为这个涉及到 你最后文章的成型 嗯 下面我们讲一下 how to choose the right journal 然后从首先呢 我们讲的就是说 how to choose the right journal 要从那个 从自己的 要从不同的角色呢 我们建议从不同的角色 去evaluate自己的工作 然后去去匹配 去看自己的文章能够 呃和journal有一个什么样的匹配度 可以从编辑啊 或者编辑的角度 审考人的角度 和或者读者的角度 从不同的标准 比方说呃就从领域标准啊 科学标准 出版标准 可读性标准上去看 去评价自己的文章 比方说审考人的标 审考人的标准 他就就主要是focus在这个科学标准 以及领域学的标准 呃领域的标准上面 呃而从读者的角色去看 去evaluate的文章的话呢 呃那就主要是从可读性的标准 以及一些科学标准去看 那从编辑呢 那就更全面了 基本上所有的标准都要包括 他会去evaluate文章 然后evaluate自己文章 对应什么样档次的期刊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档期刊呢 我们主要从他的那个期刊的 那个stress hold 他的那个要求 以及他的那个stress hold 他的对文章的一个 嗯stress hold的要求上 我们分为四个档次 最低呃最基础的档次的文章呢 要求只要求方法正确 数据可靠 第二更高一个档次呢 要求是呃上一个档次呢 就是要求有符合领域内的一些标准 呃主要是科学领域内啊 紫领域内的一些标准 更高一个档次的呢 那他要求有广泛的影响力 顶尖的期刊呢 他对吸引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 分区分这个期刊 做在什么档次呢 其实从这个guidelines for authors 以及general description aims to scopes 大家可以从这些语言里面 可以看到 首先从下面仍然从基础开始说起 基础要求方法正确 数据可靠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这些关键词 比方说要求 要求是updates to previous work established method valued negative results 他都考虑 是吧 那这个是就是valuable data 它就是比较典型的 只要求你这个研究要求 方法正确 数据可靠就可以了 然后更高一个档次 他就你看 对领域里都有一个要求 它的典型的statements 就是打开 special emphasize on basic translation of clinical and clinical research into 什么什么领域 那这个就是对领域内的 它有一个要求 领域内的有一个要求 就是special emphasize on basic translation 它对是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那上一个档次说到了 有一个比较影响力有要求 那典型的它就会写出 high significance and broad interest 那就是要求 顶尖的期刊 我说了 前面说的是一种概念 它要求的是一个概念性上的新隐性 提出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的概念 或者推翻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那就可以看到 这个顶尖期刊的 它description是怎么样的 unusual significance of broad conceptual 是 All technical advance in all areas of life sciences 这个就是一个要求 对新隐性有一个非常要求的 有个通用的 然后是非常 非常 非常要求 对新隐性要求和 要求非常高 重要性要求非常高的 顶尖期刊的要求 然后从 所以从这个general description 大家可以对期刊的档次 有一个 有一个区分 然后对应 找自己的工作 对应到哪一个档次的期刊 然后从这些期刊里面 具体的这一档次的期刊 然后再做具体的how to choose 具体的哪一本期刊呢 我们更要关注的 然后从 把范围缩小 从几本期刊里面 然后再具体到哪一本期刊 我们还要注意的一些 关键点是什么呢 看从这些去看一些这些信息 然后 除了前面 然后从那个threshold 从description里面知道了threshold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impact factor 具体是多少 然后它这个呢 是对 具体的某个区域有一个影响力 还是全球的 它都有一个visibility 然后它的publishing model 是什么样的 是传统的订阅模式啊 或者是hybrid journal 就是混合型的 既有订阅 又有optional的那个open access的选择 还是全OA的一个模式 它是个publishing 它的publishing model是什么样的 然后它peer review model 同行评审的模式又是什么样的 是单盲还是双盲 还是一个 很像很多那个medical journals medicine journals 它可以甚至可以用完全的open peer review 就是全部都是公开的这些信息的 然后以及它看一下它网站 网页上面 它有的时候会有的期刊 大部分规范的期刊 它会speed of peer review的信息 会po出来 就是从投稿到出审 第一个决定大概是多长时间啊 从投稿到发表 又是它的那个平均时长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 如果是open access的journal 是开放获取型期刊 它的apc也就是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是多少钱 是多少收费是多少 如果是订阅 如果是订阅期刊 它对作者收费的话 它就是按照page charger来收费的 每一页又是多少钱 或者彩图又是多少钱 然后最后可以跟同行 或者是投过几个新 新一个期刊的聊一下 看看他们的experience comments 这些期刊是如何的 但是呢 我们建议啊 就是说不要去投一些 就期刊没有这些比较清楚的 这些信息 或者是real process的这些 这些期刊 这些期刊有预示 如果没有这些比较详细信息的期刊 可能它就不是一个很规范的 一个期刊吧 如果有任何的疑惑 可以很多出版商呢 都有相应的一些 期刊推荐的一些APP的平台 那可以写信给这个平台询问 像Sage 我们就有一个Sage Journal recommend的 输入你的title 以及keywords 以及一些extract的相应的 impact fact的期望的这些信息 它就会推荐你的 给基本推荐期刊 然后还有一个 像Sage有一个Sage Pass这个平台 它会有一个点对点的 一个free of charge的 甚至一个service 就是说如果投了那个 投了这个pre-submission inquiry 然后呢 对应呢 它就会把这个inquiry 给对应相关的期刊的编辑 编辑evaluate以后 它会给一个反馈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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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说明自己的期刊 是否考虑这个文章 或者给一个比较详细的信息 然后 如果要做一个pre-submission inquiry的时候呢 比较要注意的几个点是 如果是一个 比较informal的email 那要注意的几个点 要summary的那个topic in the email 然后呢 要把摘要附上 不用把那个全文给写上 但是提醒的一点 就是说是 期刊的 对pre-submission inquiry来说呢 作者没有这个负担 就是说 submit了一个pre-submission inquiry 就必须要把自己的文章 投到这个期刊 同时呢 投到这个期刊 然后呢 同时呢 对 从期刊编辑方面来说 它如果就 哪怕是根据这个题目 或摘要 说认为这个文章是合适的 encourage the authors to submit the paper to the journal 他们也可能在 paper正式被递交 和在评审当中 还会做出 聚稿的 聚稿的决定的 记住就是这一些 你可以 把一个pre-submission inquiry 投给好几个 好几个期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最终你投稿到 正式投稿到 期刊的时候 只能是一稿一投 不能一稿多投 下面我们讲一下 How to prepare your manuscript for submission 首先我们提醒一下 说一下 publishing ethics 比较规范的呢 publishing ethics 像这些 这些下面列的这五项 都是比较misconduct的 是不规范的一些写作的 比方说pleasure 剽窃人家的东西 剽窃 然后以及呢 duplication submission 前面提到了 一稿多投 这个是不符合出版文理的 然后以及 以及一些作假 作假数据 以及作假数据 作假图片 还有一些 比方说authorship issue 一开始在投稿之前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些作者 有些作者 作者的那个排名 和作者的贡献 是不相符的 或者是投稿的时候 大家没有有一个公认的 公认的agreement 就是说这个作者排序 或者是不能够approve 这个submission 这些都是不ethical的 不ethical的一些操作 更多的一些关于 publication ethics的呢 可以参考一些 那个copeguidalized 后面我们会提到 会取例 说一下这个copeguidalized 下面 现在比较多的是 有一个preprint的平台 就是在文章正式发表前 可以把全文po到 一个preprint的平台 现在像Bioarchive ResearchSquare PriJ preprints 一些外部的自由的 有一些preprint 很多出版商 现在自己也有 自己的preprints的平台 然后要检查的一些呢 要注意的一点是 preprints平台 有一些期刊 它是接受 就是文章 在正式投稿之前 或者prreview正式发表之前 发表之前 这个文章是可以 放在preprints平台的 但是有一些机构 有一些期刊 它是不允许的 所以要投稿之前 要去关注一下 比方说像我们 Sage的journal 这个journal 它就是不允许 不允许文章 在放到一个preprints平台上的 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如果是放到了 preprints的平台上面 如果这个文章 被一个期刊正式接受 并且发表了 要及时去更新 这个doi number 放在preprints平台上 这个文章可以被 其他读者引用的 它加上你的 根据它自己的 那个期刊的 它投稿的期刊的 要求 放上题目和 那个doi numbers 但如果你的文章 被某个期刊 接收了 你要及时去更新 这个doi number 这个doi number 是唯一的 不能这个 如果是好几个doi number 对应一篇文章 这个对你的文章的引用 是不利的 而且是前面说的 这个是唯一的 所以要记得 及时去更新 这个doi number 在具体说到文章的写作上面 我们在下面进入 文章的写作环节 写作环节当中 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 title和abstract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title abstract 非常重要呢 因为 majority people will only read your title and abstract 那这个majority people 主要是针对的是谁呢 主要针对的是审稿人 编辑在收到你的投稿的时候 他是能看到全文的 但是如果编辑 决定你这篇文章 可以被送审 然后他邀请审稿人 或者邀请他的 editorial board的members 去handle handle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给予的信息 就只是 给出的信息 只是一个title和abstract 所以他title和abstract 写得好不好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被邀请的审稿人 或者被邀请 handle这篇文章的 那个编委 或者外部的这些专家老师 他根据这个title 他是否同意接受这个邀请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是 这个过程很长的话 显然会 delay the process of your manuscript 所以写好这两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title 要给予一个 concise and simple的 informative informative的信息 然后呢 必须 必须反映了 你这个文章的主要内容 然后abstract的里面 必须要包含的是 哪些信息呢 你background 以及他你这个实验 是怎么设计的 实验词设计的 简要说一下 自己的设计 然后sample size 具体是多大 前面已经说了 当然是sample size 如果是enough的 那肯定是对这个文章 是很有帮助的 还有用的统计学方法 因为要给判断一下 这个统计学方法 是否合理 统计学方法是什么 然后summary of the key results 要有几句话 最后一两句话 concise conclusions and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做一个总结性的 说一下这个 你这篇文 这个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indicated的什么什么什么 significance 一两句话 总结一下 做一个总结 大部分期刊呢 现在有 就是说是 这是四个部分 有的期刊会要求 把这四部分 subsection 作为一个 作为结构 清楚的分析 有的期刊不做要求 它就是一混合性的整体 但要明确的是 这四部分结构 在你的 abstract里面 都要有所体现 下面其次强调的一点 不能出现的是什么 这个我们在 在那个收到稿件的时候 也经常看到 这样的错误性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 不要有 abblevations 我们收到很多稿件 一些 junior的author 他会用 abblevations 在这个 abstract里 这个是不允许的 在 abstract里 不要用 abblevations 也不要有 那个引用 reference 然后提醒 还有一点 不要有 不要有discussion discussion 留到后面 然后建议的是 最后 这个abstract的 写到 可以留到最后写 因为这是他的 前面说了 很重要 然后呢 可能到最后写 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清晰的思路 可以写 清晰的思路 如果写好 这个abstract 然后overall the structure 主要是 大部分文章呢 就是说 主要有这几部 这几个部分 但是呢 可能根据文体的不同 它会有不同的要求 比方说 有的reporter 他就只要求 那个有那个conclusion 他只要有四部分 introduction methods results和conclusion 就不要求有discussion 那现在很多期 看见他要求的 比方说research article 他不要求有conclusion 有一个 有前面四部分 就可以了 但是基本上是 主要这四个部分 然后 这个就根据 我前面说的 就是根据文体不同 那你就要去看 这个suffermission guidelines 非常仔细的去看一下 你这个guidelines 它每一种文体 要求的是 哪几部分 要求的是哪几部分 还有就是make sure 你correct reference style 你这个引用的 它引用的 in text citations 和一切 后面的reference reference orders in style 具体的要求 是什么样的 要做正确的一个格式 格式 然后呢 你的图片的 还有guidelines里面会写 图片要求的清晰度是多少 然后figure和table 是怎么样的排列 是如何呈现更清楚 然后最后呢 要make sure 那个reference啊 figure啊 tables啊 都是被正确的引用的 然后在order呢 在根据文 根据期刊的要求 order的 你的manuscript是 语言是好的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很严重的问题的 你只有follow follow up的这个guidelines 然后make sure everything 然后你的 make sure everything 然后做一个投稿呢 会加速你这个稿件的处理 因为很多期刊 现在在前端的时候 它会设一个审稿之前 在编辑做一个审稿之前 会有一个technical check 去检查具体的这样 比方说是你这个文体的结构 是否排列是否正确啊 然后你的图片 向传的是否清晰啊 保证到编辑的手里 或者是审稿人 以及pandolin editor的手里 你这个是readable的 是合理的 是规范的 如果你这些不清楚 少一个图啊 或者是你的reference 也不能很可能会引起 如果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主要内容还可以呢 有一些期刊 会影响它的你这个 scientific problem的presentation 还可以 如果是严重影响到 你这个科学问题的 主要内容的陈述 比方说你图片都没有上传 或者根本就打不开 我们经常也碰到这些问题 有的时候也碰到这些问题 作者上传的图片太大了 没有按照要求上传 在最后合成pdf版本的时候 根本无法打开 那审稿人或者是审稿人 或者是审稿编辑 根本就看不到这个图片 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个rejected immediately这样的结果 非常浪费时间啊 这个就是说 所以要具体的要先读guidalyze 根据要求检查 再上 再 finalize your submission 然后我们具体讲一下部分 introduction 有的时候也叫 background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呢 编辑很多 它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编辑 并不是某个专一领域的专家 我们更多的是要通过 就是说是比较广泛的 从根据需要 这是编辑首先读的部分 我们需要通过introduction 或者background 去了解你这个领域 大概发展到了什么的 什么样的阶段 所以这是我们会read first的部分 然后从reviewer的角度来说 reviewer他是 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那他也要从你这个introduction的陈述去看 你这个研究是不是 是不是provide something new 然后according to the up-to-date的background 所以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background 你要place your work in context of current knowledge base 要up-to-date的 然后合理性 从rational上面来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啊 然后你这个工作 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为什么其他的读者会要感兴趣 那从rational这个角度来说 也要陈述清楚 根据前面做的background的介绍 然后把你的工作放到这个环境当中 要把这个逻辑性 这个合理性给陈述清楚 最后呢 要有最后一般introduction的最后部分 要减述你的工作 有一个final brief statement 然后说明 在这样的background之下 你根据这样的原理设计了这样的实验 你aim to study的research 为什么要 为什么你 你如何aim to study 做了这样的研究 你做了些什么的工作 这要有一个简术 下面说 下面第二部分 比较重要的是 method section method section呢 同样的 我们前面说到了 如果是biology的article呢 它是一个question出发 hypothesis或research question出发的 那从医学或者医学的期刊上 医学问题呢 它是要有一个transformation 那无论怎么样围绕这个question research question 你这个study 必须a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s question 那你study design用的什么methods 是什么样的 要有个清楚的陈述 detailed 而且要有非常细节的 in all details 要保证 读了你的文章 然后或者使用你的 使用你这个方法 也能使replicate your study 你的实验是能够重复的 然后还要 还要 就是说 包含的必须的信息 比方说patient population 或者如果生物学问题的话 sample size 然后医学上 或者inclusion和exclusion的标准 是什么 你的treatment plan 有什么follow up 以及用的一些统计学方法 这些具体的信息 都应该必须 陈述在那个methods section 保证这些读者 或者其他的researchers 能够重复你这个工作 你读了你这个methods section 能够重复这些工作 其次呢 就前面说到一些伦理性的问题 伦理问题 也要适当的statements 说清楚 就是说你是否follow up了当地 或者有一些相对应的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如果有ethics approval 是否得到了 patient consent 是否得到了 然后这些也要在methods里面 有一个陈述 最后就是我们会后面会提到的 一些guidelines 有些医学期刊要求的guidelines 你对应的checklist 是否写了 放在附件里 这也要有一个statement 这是比较重要的四部分 保证的是就是说你的 是规范的 符合期刊要求的 提供了这些材料 然后呢 关键点是保证你的 你的那个实验是可被重复 可被重复的 results部分呢 results部分建议首先呢 就是results部分如果内容比较多呢 要把它分为几个小标题 分段描述 然后在主要部分呢 in appropriate formats 有一些tags啊table啊figs 要分开写 然后呢 下面比较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强调的是 如果你用了 如果就在文章当中reused 用了其他的figs或者是tables 那要得到这个reused的copyright 那个版权 要从那个原来的那original publishers 或者是original 你要看这个版权 因为我们这个非常强调的一点 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 这个经常也面临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很复杂 就有一些如果是 传统的subscription 就订阅型期刊 它的版权一般是在出版商这儿 如果是oA期刊的话 它的版权相对会宽松一点 是做了一般是属于那个作者 但是他作者签了共享协议以后 共享协议他会 但是共享协议也要看 具体的共享协议 他会有什么样的要求 是CCBY 他会有CCBY 不同的那个共享协议的标准 有的共享协议 他要求可以随便使用 有的共享协议要求 比方说只能 你可以使用 但是不能修改 这个版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你要必须弄清楚 这个版权是从 版权是否合适 有的时候我们面临 经常遇到一些问题 作者直接用了这个图片 我们要求要版权的时候 然后他就去看这个版权 版权一看 这个版权只能使用两年 那他发在oA期刊上 两年之后 他这个文章难道撤稿呢 不能用了吗 这个就会产生这个矛 产生这个矛盾了 而有的就是版权 他要求你不能修改 只能copy paste的用这个原图片 而且要给予 就是说大部分要求给予 appropriate statement 说明你这个图是中哪篇文章来的 appreciate谁的贡献 都会有具体的要求的说明 所以要搞清楚 必须get permissions from reuse the copyright to the material 这个版权要弄清楚 不能就是直接拿来使用 这会影响这个文章发表 如果是已经发表了 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其后的问题 那非常麻烦 还有一点就是医学期开 很重要的一点是 get permission 我们前面说了 在研究之前 其实就建议 你要把这个 从那个病人手里 得到应得的 你这个consent 要得到 如果我们这个情况 也是非常多见的 很多你问他了 他说 他说consent 他都不知道 自己要得到这个consent 然后retrospectively 去问那个病人的 病人自己 或者如果这个病人过世了 他从他的亲人这儿 再去retrospectively 得到这个consent 当然如果他retrospectively 得到了 那还不错 那如果有的时候 这个病人呢 都已经失去联系了 或者亲人都失去联系了 完全就得不到 这个consent了 那就这个意味着 这个数据也就没有用了 也不能被发表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比较要强调的 这个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from the patient 如果我们通常认为 就是如果是像图片这种 完全可以识别这个病人的 病人的脸啊 知道这个病人是谁了 比方说他身上有一块胎记 或者脸部信息扣入了 那肯定是要得到 病人的知情同意发表书的 他要允许你使用他的图片 使他被别人 被识别 然后发表这个图片的 但是如果你得不到 这个知情发表书 那你要de-identify ification this information 然后如果不是图片 还有一种情况 我要emphasize的是 我们通常认为 三个以上的信息 是会使这个病人 identifiable的 比方说啊 什么样的信息呢 age gender 是吧 然后再加上病人的那个病征的表述 这已经是三个信息了 这三个信息足以使病人identifiable的 所以你如果没有大部分医学的文章 都会包括三个以上信息的 然后如果你有这个三个以上的信息了 你要发表这个文章 你必须有consent for publication 从病人这儿得到consent for publication 如果得不到的话 有的时候甚至 甚至de-identification 都是very difficult for paper 因为有的时候 说不定de-identify这个information 就是这个文章的重要性 或者数据的那个 作为一个evidence support the conclusion 就会减弱很多了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这个具体的我们可以 如果有任何疑问 可以单独在中国讨论啊 这个非常复杂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在研究之前 就一个准备好 对这个非常影响你最后文章的 文章的这个写作的 然后discussion部分 说到了discussion部分呢 它是要也非常重要 大部分基本上 所有的research article 都会要求有一个discussion 然后你发现了什么 然后你在当前的这个 当前的这个literature 这个current literature 你这个results meaning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 这个要在里面陈述些 然后根据现在的研究的状况 你这个input什么 你的研究 provide什么new knowledge 或者advances or contribution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study 有什么进步性的 要陈述清楚 然后还有要比较求实的 要说明的一点 就是说是 现在你用的方法学 是否有什么方法 是否有什么limitations 或者potential bias 然后这些东西 这些limitations 是如何影响你最后结果的 陈述的 这个也要求实的说出来 然后最后就说是 你的研究结果 provide什么样的 perspective indicates or significance shed through what kind of lights in the research articles 这个在最后一两句的时候 最后一段的时候 也要说清楚 然后conclusions 其实跟discussion比起来 其实它对background的要求 就没有什么多了 它更多的其实focus 在后面部分 就是 summarize your results and draw some conclusions conclusions the relevance and implication of the findings 然后你的conclusion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evidence 然后by the evidence evidence 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是 不要don't be too conservative 其实conservative我们很少看到 更多的是overstate 这个要注意要避免 不要overstate的 比方说一个retrospective study 只是suggest的 但是不能够definitely show something 所以不要overstate的 特别是关于新影性啊 然后就是说是 你的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don't be overstated don't always overstated 这些东西 然后呢 其次就最后呢 what's your next step 你今后的工作 会朝什么方向走 在这里面可以写 所以现在很多research 我并没有conclusions 前面说conclusions和discussion 其实是可以 有的时候可以合并的 很多research 不要求有conclusions conclusions可以作为discussion的最后一段 出现在最后一段 在最后taken together in summary 然后就 就是 include在discussion部分 那reference呢 前面提到了 print presence 也是可以作为reference 出现的 出现的 然后你要有 把它的doi number给放上去 然后呢 avoid unnecessary references 这个要强调一点的 不要过多的 尤其是自引自己的文章 一些甚至于是 一些没有关联的文章 跟你的主题内容没有相关的一些 citations 不要有 这个呢 可能会 也是会有一个原因 如果是被专家发现了 也会成为一个被拒稿的原因的 additional requirement states 主要是指一些declareations declareations 主要包括这 这四部分比较重要 就是像competing interests level 您是否就是说是 fonding是否从那个用的试剂 或者你主要是某个公司的 是从公司来的 是否有那个经济利益上的 那个关联 然后 是不是这个 比方说 是不是这个期刊的编委 或者是主编 然后呢 在这里面又有clean的 又有一个declareation 那比方说 你就要说编委 那你就说明 我是这个期刊的编委 然后我没有参与到 这个文章的 同行评审 以及editorial decision的 过程当中 全都没有参与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比较比较典型的 比较clearly的一个 competing interests declareations 然后funding 是否有funding 就算没有 也要有这个funding的declareation 那你直接就写上 没有funding 但是一定要有 这个declareations acknowledgement 如果有 根据那个期刊的要求 就是说是对作者贡献 根据作者贡献 来是否能列为authorship 然后基本上是认为 如果是他贡献 不足以列为authorship 那有一些人 你就必须在 acknowledgement里 出甚至审稿人 也可以呀 审稿人比方说 哎 你如果觉得审稿以后 这个审稿人对你的文章 improved很大 然后你其实也并不知道 这个审稿人是谁 然后可以在acknowledgement里 感谢一下 我这个 其他的审稿人 对improved的这个manuskripe 最终 get published 这是acknowledgement的一个 也要有一个acknowledgement 然后上ethics consent statement 前面在method里面和research prepare your research里面 都提到了 在declarations里面 要有一个清楚的陈述 比较典型的清楚陈述 这本研究是否得到了 什么什么什么 伦理委员会的同意 是吧 然后provide的 伦理委员会同意的 这个ethical approved number 要provide的这个number 然后是否follow up 什么什么guidalize 或者conduct行为标准 这个也要出去写的 然后consent 这个或者如果是涉及病人的 consent是否 consent是否 was obtained from the patients 这句话要清楚的 要清楚的要写明的 是aural has returned consent 这个就是 这个都要在那个 additional statement decaration 里面要有清楚的陈述 right 下面说一下这个cover letter cover letter也很重要 但是cover letter 不等同于abstract abstract的前面说了 是审稿人和那个handling edit 都会看到的 但cover letter很重要的是 为什么只有编辑能够看到 编辑能够看到 然后所以你这封信实际上 是写给编辑的 那首先呢要说像什么scientific questions you are addressing 在这篇研究里面 然后呢key findings又是什么 然后第三点要特别告诉编辑的是什么 为什么编辑要说服编辑 为什么要考虑你这篇文章 因为你这篇文章从哪些方面满足了这个期刊的target的audience 然后这句话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然后呢 这个不会出现在abstract的 但是在cover letter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你要说服这个编辑 为什么你的 他要考虑你的这个文章 然后还有一个信息要给告诉这个编辑的是 你这篇文章是不是被邀请的 是比方说是被编尾邀请的 或者是某个专辑的 专辑的组稿编辑邀请的 那你这个要告诉他 然后是否submitted to一个系列的 或者一个专辑的 这个信息也要在cover letter里面出现 Is there an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这个也非常重要 什么样的这additional information呢 这个是给编辑看的 因为我前面说了 这个只给编辑看的 不会给同行评审的人看的 也不会handle the entity的 他们是那些领域的专家 如果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有竞争对手 那这个时候 这些competing interest的 你可以跟这个编辑说 就说我希望排除谁谁谁谁 这些审稿人或者哪些专家 因为他跟我有那个竞争 这些你有这个可思 然后告诉这个编辑 编辑会考虑的这些因素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旁边是一封比较典型的template 大家可以保存一下 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要make sure you include the correct journal name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不是偶尔 也看到过好几次了 有的这个作者把这个文章 投过其他期刊的被拒了 然后又换一本期刊头的时候 他就忘记改期刊名了 然后在cover letter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甚至还留着 以前那个期刊的名 这样很不好 就是这个所以要make sure you include the correct journal name 下面非常要讨论的一点 就是说是关于那个人工智能 在那个写文章当中的使用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chat gpt 最近很火热这个话题 然后跟很多 我们就以sage journal来举例 来说这个我们sage的policy 跟大部分大部分期刊 其实是类似的 就是说我们认为呢是可以使用 这个large language models generative AI tools in writing the submissions的 比方说summerizing啊 paragraphing啊 language polishing 这没有问题的 可以辅助写作 但是呢作为作者 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呢 首先要clearly indicated 然后你用了这个东西 用了这个在那个method 或者尤其是在method 推荐在method section 要说明你使用了这个工具 然后呢 嗯也要承认啊 就是说要承认这个limitations of the language models in the manuscript 然后比方说你认为 有一些potential的 呃有一些哪些方面 potential buyers 或者errors 或者gaps in knowledge 呃会出现 使用这个工具 呃 他不是作者 呃这个跟大部分期刊 现在目前都是这样的 嗯这样的policy 就是可以可以在method 方法里面写明 用了这个呃声明 用了这个东西 但是 tripet GPT不能列为作者 呃最高 据我所知 现在目前最严格的是 size的general size general是完全不能使用 嗯就是不允许使用 连呃 连写作辅助都不允许使用 更也不能使用作为作者 但是size的editor 他们自己也在说 这个是会随着 这个是目前是这样的规定的 但是说着随着时间的进展 或者事情的发展 他们可能也会做一些policy 还是会做一些改变的啊 呃 以上说的这些要点 文章都写好了 然后准备submission了 然后beforesubmission 你要confirm的时候 ensure your co-authors 已经同意了 approved the paper 然后呃 呃 决定了谁会是corresponding author 然后再检查一下 你这个cover letter啊 abstract啊 figure table and the legends 会是不是全都准备好了 然后就递交了 呃 provide all required information 呃 前面说了啊 这个如果有个technical check的 如果你少了一个cover letter 都没有 然后或者 呃 或者是什么tables 都不能 figs都不能显示 那就这个文章很有可能会被 再被退回 或者甚至直接 或者是直接去稿 这个 这个 尤其是对于医学期刊啊 我们现在以医学期刊 因为医学期刊 像 比较 呃 呃 这个网站叫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he transplantation of health research 对健康学 这种health research 来说 根据这个 study types 比方说 randomized trials 他对应有一个 consulted guidelines 然后observational studies 对应呢 是有 stupid stupid 这个guidalize study protocol 就是split 每一个具体的 study types 它又对应相相应对应的 specific的一个guidalize的要求 从这个网站上可以得到这个具体的信息的啊 然后你再做一个相应的就是说这个study 类型的一个相关文章的submission的字 要保证你已经做完了这个check 如果要求有checklist或者reporting guidelines 应该过一遍 是否你这个follow up orguidalize 我们举例比方说clinical trials clinical trials 它要求的就是follow consult guidelines 然后呢要include一个checklist 然后如果是一个前面说了是一个trials的话 还要prospectivelyregistered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什么是consultant 要follow up这两个guidalize 我们先看一下consultantguidalize consultant是什么consolidatedstandardsofreporting trials 然后最新版本的是2010年的啊 2010年的它是做了一个guidalize 是how to report parallel group randomize trials 它具体呢它是包括一个checklist 和一个follow diagrams 我们先来看这个checklist checklist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它分成主要是这六部分内容 title and abstract introduction methods results discuss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可以看到它是个实际上很多是 还是跟我前面所讲的是 你如何写一篇文章的一些general的 呃还有可以说是common的一些东西 如何写它它里面具体要求是如何写title啊 你 abstract有没有啊 然后你这个intradaction有没有啊 然后呢这些六部分它具体又分为25个items 然后每个at有一些items它还分成abcd 所以total呢有39个条例 就像左边啊这个图里面看到它39个条例 然后你在写的时候它会要求你把这些条例 你比方说是title是吧 你这个title是怎么样写的 是不是在什么写了一个title 然后你page number是第几页写了这个title 然后你要把这个page number放在这 abstract的是从第几页到第几页写了什么 intradaction background objectives有没有写反映了什么 然后嗯有一些具体的要求reporting reporting terms是什么它你符合了这个 然后你检查一下然后把page number 写在填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个就是呃我前这里就具体的啊 你看可以看methods里面写了trial decision participants是怎么样的outcomes又什么样的sample size 是怎么决定的呀然后你具体有具体大不大呀 然后把这个信息放上去那你的文章 要note的一点是文章不必把所有的items都adjust 如果有一些你是觉得是不需要不必要的 not applicable的那你就写NA 然后provide a short explanation 然后最终的时候呢这样这个checklist的生成以后 你是要把它作为一个extra file extra file跟着你的文章的呃 没没file一起递交递交给期刊的大部分期刊 都是要求有这个要求有这个啊 特别是加入consult的这个consult的这个这些期刊 然后像follow diagram呢主要是写了这个progress of objects 这个词through the trials 这个randomize怎么做的 n等于多少呀 然后具体分组的时候每一组又是多少 follow up的时候每一组又是多少人啊 discontinued intervention具体又是多少人 reason又是什么 这是一个等等 嗯等等这是一个你这个流程图的一个表 嗯流程图的一个表 然后要强调的一点就像我前面说的consult呢 他是一个出的是一个标准 是一个建议性的东西 他呢不是建议你这个嗯 怎么样写作给你这个文章提供的 他并不是他的本意呢 并不是说要guide你这个clinical research是怎么做的 所以嗯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呃 这是他相当于有点像一个免责声明啊 就是说你这个研究 研究他不是说要guide你这个研究 他是帮助你这个写作做一个做一个做一个呃 develop development的 他是只是describe how to report the completed work 而得到这些结果 但是没有任何建议你在实验的设计上啊 或者实施啊 然后分析结果上是怎么样 他并没有这样的 他只是对写文章做一个建议 然后呃 而且他的他并不强制要求你这个clinical trial 必须按照他这个严格按照他这个formit来写 因为目前来说呢有400多个journal 他是呃加入这个consult的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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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consult的这个guidonize 然后从他的网站上你可以找到这个list list 然后这些journal基本上在递交的时候 呃在在審文章的时候要求你必须provide这个checklist 但是有很多期刊虽然没有加入consult的这个组织 但是他呢仍然也会refer to the guidelines 也会依据这些标准来要求准备这些文章 啊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很多要求是放置四海接准的 是common的是universal的呃 basic的一些要求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前面说的clinical trial的第二个要求 ICMJJ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这个呢也是一个也是大部分的医学期刊的editors呢 他们就是说是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做一个recommendation 对那个一些conductor reporting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work in the medical journals 做了一个recommendation 然后前面一些东西其实和大部分期刊的这些editorial requirements啊 这些policies都是相符的loads of responsibilities啊 然后这个publication issues啊这些这些具体的条例以及那个clinical 唯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比方说是specific for the medical journals的 我就是想强调的就是大家关心的也就是clinical trials 那clinical trials说到的这个registration前面也强调过了 要做prospective的registration 你不要等到但是这个要做还有一个关于data sharing的要有一个statement 然后呢在或者是你有一个data sharing plan in the trials registration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data sharing plan 这个在trials registration的这个是最新的2018年以前呢 只要有个data sharing statement就可以了 但现在基本上都是要求在你做trial registration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sharing plan了 这里我说呢就是说这个registration clinical registration呢 是前面说的是主要帮助那个就是说reporting the research outcome prevent unnecessary duplication of research efforts 什么等等啊 但是建议是要最好是要prospective 现在大部分期刊都是只接受prospective的 只有少部分期刊还接受就是说是retrospective的registration了 这是这是目前的一个状况啊 然后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第二个就是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of primary clinical trials should not be registered and separate clinical trials trials secondary data net 比方说一些retrospective的回顾性的研究 你把以前的这个数据得到的clinical trials得到的数据 再回顾性的再分析研究一下 这时候就不必要再去做一个trails了 你就把就可以把原来的那个trails number给provide 比较宽松的现在认为retrospective study不需要registration啊 这是不对的啊 其实从这个ICMJE的那个条例上 我们强烈推荐的还是要把以前的都说只要是clinical trials 都要做一个registration 然后哪怕是retrospective 只要设计人体样的分析研究等等等等 也要把原来的registration number要provided 要provide 要提供了 然后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 这个ICMJE是encourages that use but has no authority to monitor or enforce it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就是说所有我前面说的reporting guidelines 或者这些东西就只是都是推荐 都是recommendations 是encourage我们去使用作者或者是我们编辑 是使用这些标准 但是都不是强制性的 也没有任何authority去monitor 或者monitor it to enforce push it push任何人去必须执行这些标准 为什么我要说到这一点 这个有的时候很多编辑或者有一些期刊 他会我觉得不是特就是说是会说 我们是什么组织的ICMJE的期刊 你们有的必须必须怎么样 这个不是这样的 专业的说法 任何guidelines或者出版的标准 出版的这个行业 它是很多multiple stakeholders的 包括作者包括读者包括出版商 大家都是在这个cycle里面的 都在这个loop里面 任何guidelines 只要是关于publishing guidelines 对任何stakeholder都是有要求 都是recommended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是要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emphasize一下的 就是use 然后为什么呢我们作为前面有一些更多的 我们在更多的很多editor 你们听到的可能是他对guidelines 对你作者写文章会有什么要求 对你这个读者有什么作者有什么要求 但实际上对作者对出版商同样也是有要求的 那我们如果从作者的角度来说 也可以use the guideline choose the right journals 这里举一个例 就像是从Pulse One上面发表的 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然后呢在2022年的时候 因为就是说是听到一些读者的反馈或专家的反馈 然后呢他们的编辑成员就要求 对这篇文章做出撤稿 然后通讯作者呢就表示了 通讯作者做了一个反驳 他陈述了当时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是遵守当地的法规 也遵循当地的指导方针 来实施的这个实验 但是最终的Pulse One的编辑团队 还是说必须按照最高标准道德来执行 建议上述道德问题等等等等等 最后还是撤回了这篇文章 然后编辑们很遗憾在最初的审考过程中 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那从这个案例分析上面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我想强调的是几点啊 首先作者说的这个按照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 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遵守当地的法规 遵循当地的指导方针 没有错 这个从很多Medical General Center 我们是有这个要求的 是clear的 你在哪里做的实验 遵循当地的法规 不能跨国 不用跨国 是吧 当地的方针 作者这个是很有理的 然后呢 从Pulse One的Editor的说 不认为他前面第三点看到了 这个是这二氧化弹的使用于物种出于有关 不认为是可接受的unless方法 他引用的是第二条 第二条是一个法规吗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 第二条是发表在 Official Gener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是发表在一篇期刊上的一篇文章 并不是一个法规 也不是一个guidalize 也不是公认的一个regulation regulation 对吧 这个理由 我不认为是合理的一个理由 而且是当 并不是实验实施的当地的 是个Europe Unit的一个journal 这篇文章发的也是 发的也是从那个当地的 the European 是在欧洲的一个法规 对吧 并不是国际性的法规 也不是实验实施当地的法规 只是一篇文章 这是一个存疑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从法律上来说 我们有个不速记往原则 英语就是the law does not operate retrospective 亦称为刑法无速记理 法律上竟然有一个不速记往的原则 这篇文章2015年发表的 你2022年还能要求撤回这篇文章 是否合理 这是另一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可以说是COBE 前面说的COBE 概念是什么 COBE是Community on Publication Ethics 这是遵循一个透明原则的 这个透明原则是什么呢 同样适用于要求出版商的 可以看到这个方框内的这个 这个条例写的是 Journal's interest claim for authors should explain the general's policy on the publication ethics and describe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article should be might be retracted 你这个policy 在你的网页上 在你的这个期刊的是 那个instructions for authors 应该clearly clearly有这个条例 说清楚的 至今我去看过plus one 也没有任何关于水和绿泉 或者二氧化氮的使用 这个是他们是否考虑这个文章 是否这样的文章不再考虑 或者如果是考虑这个 因为这个还可以撤稿 没有任何这样的policy 也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条例 你看然后看下面 比较规范的做法是什么 蓝色的可以看到 他的vascular research 在2016年的时候 就已经明确的说了 在他的channel 这是我copy paste下来的 就明确说了 2016年开始 他们就不再接受 动物的麻醉 已经用那个 hydrochloride chloride hydrate 来使用作为麻醉剂 这样的文章 他们就不考虑了 麻醉剂更早 在2009年就明确表示 就关注动物保护问题 不发表这样类型的文章了 这是这两本期刊 是非常规范的说法 他在他的author's guidelines 或者author's instructions 明确把他的editorial policy 给说明清楚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规范 很好的做法 所以呢 作为作者 也要了解清楚 这些guidelines 凭借这些清楚的 从author 从这个instruction去看 可以做出一个判断 这个期刊 是不是很规范的操作的 是否是一个非常 是否是一个 有非常明确的editorial policy 这也是我们可以跟依据这一点 choose the white journals publish your papers 这个是我的建议啊 嗯 下面讲一下 how to respond to peer review 这一个 如果文章被送审了 那我们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首先来说一下reviewer 首先强调的是呢reviewer是unpaid unpaid的通常呢 是2到4个reviewer 然后时间通常是2到3周 但强调的一点 这个2到3周啊 不是说说邀请 邀请这个reviewer 就开始算的 而是从期刊编辑 发出了邀请信 然后这个 被邀请的审稿人 同意了这个邀请 接受审稿的时间 开始算的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期刊 编辑发出了邀请 过了2周 或者更长的时间才有 才有审稿人同意 审这篇文章 那呃呃 然后再过了2周 然后这个 report才回来 所以这个 from submission to first 可能都会长达一个月 超出一个月之久 所以这个时间是这样算的啊 不是可能 不是像大部分作者想的那样 投稿开始就然后 这个就开始算这个 review的peer review time了 然后 一般来说那个reviews 会看一些什么呢可以看一下文章的 quality然后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它的novity是什么然后呢也会 comment on的 是否呢在这个期刊 考虑的文章范围然后也会 检查它的ethics的research 如果有一些特别的文章呢 我们也会用special reviews包括点儿统计学的 还有医学上面会有些meta analysis 或者systematic review 这就是关于特殊的方法的 一些方法学的一些review 它会有一些特别的 specialist的审稿人 那edit在这个peer review的 角色是什么呢我们 首先要介绍的有一些呢是 期刊的是in-house edit in-house edit呢就是说比方说 说像那个nature系列的期刊 他们都是采用的基本上是in-house的edit 就是说是专职的编辑来审稿的 然后有一些呢它比方说是 像pns这个 这些期刊它使用的editorial board members 有这些 在职的一些学者专家来兼认这个文章 都是由他们来handle 由他们来做那个出审 以及就是说邀请同行评审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啊 也有的是像混合的 比方说size journal 它是既有in-house edit 也有那个 它叫它的叫叫 review好像叫review members 它有个reviewer board 它们的整个评审是in-house edit 和reviewer board member 就是专家这些领域内的专家 有一直不停的 有很多轮的交流沟通 最后产生所有的editorial decision的 然后first step 是大部分像in-house edit的这个模式 或者是很多第一步呢 是由in-house edit的决定 这个文章是否送审 然后呢 如果送审了呢 editor会做一个editology decision based on the reviewer's reports and their own assessment 如果在reviewer通常呢 会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他又比方说一正一反 一个句稿 一个觉得小说就可以接受 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 经常editors 也就或者说 如果是editorial board members 来审稿 作为editor 我们就handling edit 他就需要design 有的时候他就 可以凭借自己的判断 做一个决定 或者是会寻求第三方的决定 但要比较强调的一点是 editor may overlook reviewers 哪怕如果就是两个review 都给出reject的意见 然后editor也有权限 可以overlook reviewers 做出最终的决定 比方说比较positive的 minor revision和major revision 的决定 所以最终决定 实际上是editors 但我想强调的一点 根据更多的经验来说 in-house editors 越来越的趋势是 他更dependent on the reviewers reports 他一般需要很多 像很多journal 甚至两个都不够 需要三个 三个editor reviewers 而且很多就希望 就是三个reviewers 意见 一致的时候 他这个in-house edit 才会做出一个决定 反而相对来说 像editorial board members 作为editors 这种journal呢 他这个可能 因为本身自己是领域内的专家 他更有confident be more confident and have more authority 他to overrule reviewers reports 他自己会 根据自己的意见 做出一个决定 这是我的 experience 感觉 然后editors not the reviewers decide 这个前面说了 是editor做了 可以做出最终的决定 如果文章送审以后 然后呢 回来是大修或者小修 做一个revision 那很好 很好的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决定了 然后 如果对这个决定 任何 有任何存疑 然后不清楚 在那个 要做什么样的修改的时候呢 可以跟那个editor 做一个沟通 make sure 然后什么样的 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需要被解决 don't be afraid be polite 可以写一封信给editors 这个是一封模板信 比较要强调的一点是 你要provide manuscript number 你有的时候 节约那个editor的时间 你如果 editor可以根据你 这个manuscript number 很快找到你这篇文章 知道你这个 是写的 你是哪一篇文章的作者 你不要 editor也挺忙的 你不要 就是说是 如果只不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对他们来说是 非常time consuming to find out 这个到底是谁写来的这封信 然后其次呢 就是说是 最好最后 最后要 给予做着一个 你要buy the date of什么时候 希望 编辑给予什么时候 给予一个回复 因为这个是 remind the editor 做出一个schedule 编辑也很忙 然后每天处理那么多稿件 比方你告诉他 我希望什么什么时候 得到你的回复 那他会 做一个合理安排 合理的安排 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给予回复 然后在修改的当中呢 要做一个full and concise point by point的response 然后下面是三个 首先要有一个 那个回信 你的response letter introduction 你做了这个 做了修改了 第二个 在那个 要point by point的response呢 要有一封这个 file 这个信 什么回复呢 要注意把用 颜色或者是用不同的字体 把你的回复 和review的question 给区分开来 方便edit 以及reviewer 看 去审核 然后在原文当中呢 也要highlight你的changes track the changes highlight them 方便 也 做一个 然后如果你对有一些问题 如果review提出的意见 有不同的意见 然后呢 要有一个 这时候有一个argument 然后这个argument呢 怎么做呢 要注意的一点是 要keep your response in a polite tone 你要很礼貌的回答 然后要同时呢 要做到professional 那下面是一个模板 举例来说是怎么样做啊 比方说首先 怎么样一个priority 你要站在review的角度 前面说了 review是unpaid的 是free的 他们花了时间和精力 去帮你审核 去审核了你这篇文章 你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你要首先要尊重他们 那你从某个点来说 他的点 首先你最好比较礼貌的是 你要同意这个 agree with the review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点是怎么样的 但是如果他 这个review missed something 或者是忽略着上面 或者甚至是 甚至你自己 没有做到什么东西 那后面 然后你再礼貌的 把这个点点成 比方说像这篇文章里面 就是however 是吧 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可能这篇文章呢 taylor的function 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是吧 我们已经 然后呢 可能前面没有说清楚 我们呢 把这个have added two sentences to the paper further explain the function of the 这个model 再把这个点再给 说成 这是一个非常礼貌的 而且非常professional 的一个回复 回复 如果说 然后如果是 收到一个rejection呢 大家也要对rejection 做一个区分 我们首先说的rejection呢 separate scientific soundness from interest level rejection有两种rejection 如果是我们 或者叫close rejection呢 通常是 soundness有问题 就是不够 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这个results 是不solid的 或者是方法 有问题的 这些有fundamental flaw的 然后这个就叫close rejection 就manuscript cannot be published in current form 或者是any journals 有的时候 这个是有严重问题的 然后更多的 更多层 其实更多的文章 是interest level 然后这个心意不够 重要性不够 然后呢 manuscript 或者适合 适合打字更低的期刊 或者是适合一些 specific的期刊 out of scope 然后就会建议reject and transfer 然后呢 我们要知道的是 how to deal with rejection rejection是非常平常的 每一个 scientific careers 都会 faced with lots of rejections 那我们通常呢 跟revision一样 首先呢 take a reviewer's advice and improve the study and the manual 怀着这样的心态 去做一个revision 甚至接受这个comments 然后呢 如果像第二种情况 interest level 或者是有的时候 编辑认为这个修改 时间太长了 他也会做一个reject and invite resubmit 然后you are if非常幸运的 你被invited to resubmit了 然后呢 你要根据这个review的要求 做一个修改 但是这里要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些 是还有一种叫high appeal 那就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不同意这个rejected decision 然后呢 你可以想要要求 editor to reconsider 重新考虑你这篇文章 这个就叫一个appear 或者叫rebatte 但是首先要 这个要检测的是 不是所有的期刊 都考虑这个appeals的 你要check这个channel的policy 上他的网站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check这个policy 而且很多期刊 哪怕是考虑了appear 他也只接受一次 因为编辑和大家的时间 都有限 对吧 不可能 你永远的appeal 都好多次 大部分期刊都只考虑一次 还有要说的 就是说是 不要send一个appeal decision 或者是letter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你要leave enough time to calm down 为什么要leave enough time to calm down 要冷静下来 要不要太情绪化 去把那个appeal的信 变成一个情绪的发泄 得到rejection rejection的可以理解 大家都会很非常的depressed 然后可能会很emotional 然后可能会很emotional 然后就是说是最好是要come down 然后再才能够比较理智的做一个回复 从signific的aspect 做一个回复 然后从编辑的角度来说 他们考虑一个appeals 是从哪些方面考虑的吗 要看一下 编辑要convist 然后原来的决定确实是一个比较错误的一个决定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处在一个borderized borderized code 哪一边都可以的 那是明显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然后呢 其中一个或者一个审稿人 确实是做了一个substantial errors 然后有一个或者should some evidence of buyers 他有个偏见性 偏见性是吧 你指明了这个review的偏见 编辑也认识到这个review的opinion 确实有一个偏向性很明显 然后呢 确实对这个原来的original decision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也是这样呢 这时候他就会考虑这个appeal 然后同样的就是说 是对final outcomes are critical to the final outcomes 你dispute a factual issues 是事实性的一个issues 你dispute了 然后只有解决了这个 这个事实性的一个issues 然后这个issues are critical to the outcomes 那他也会考虑这个appeal 通常呢 编辑要考虑这个appeals的 他会征求第三方的意见 比方说是其他的reviewer 或者原来的reviewer 或者additional review 甚至editorial board members 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是否考虑这个appeal 然后how to appeal appeal against a decision 然后你cummed down了以后 然后就可以开始考虑 如何做一个appeal decision sleep on it 你要clear 你要clear 你要你要你是在appeal the decision 而不是仅仅在voicing your disappointment 在宣泄你的失望的心情 然后呢 要clear你的specific issue是什么 第二点重要的是focus on the size 你要provide evidence 是吧 provide your measured engages constructively with feedback and offers revisions to the manuscript script 最后一点是present new evidence 你这个scientific evidence of reviewers bios 你这个明显的 特别针对的reviewers的bios 在那里 你有specific evidence 然后 他的factual errors在哪里 你要有这些evidence 证明你这个appeal是有效的 no cosmetic changes 什么样cosmetic 不要光是没有evidence的 如果只是一些言语性的 我认为这个怎么样 我认为那个是怎么样 我是这个 我是一个什么什么 领域内的顶尖学者 我在这个领域发了很多文章 这些都是cosmetic changes 对那个appeal或rebatte 没有任何帮助的 还是要provide new data additional data 或者甚至已经发现的一些published papers 或者是一些analysis to prove that proved你的appeal是有效的 然后tips in common 你在appeal的时候 帮成appeal 你在做rebatte或者appeal 然后或者是在询问期刊 reficience 还有一个community communication with editors 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呢 you're polite you're polite 这个 这个 信如何写呢 下面几点 首先是the editor 是吧 很多editor都是母性 什么甚至呢 就可以用一些dmcs 或者这些称呼 然后 一句问候的话 然后would you please could you please 这是一个比较委婉 比较比较 比较委婉 一个问句 是一个比较委婉 也比较礼貌的一个起始 提出你的诉求 你希望有什么 他帮你重新看一下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 需要他回复一下 这是一个 把你的目的说出来 然后呢 take this opportunity ask for your favor to do some 具体的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说 然后原因是什么 reasons becomefor this we would appreciate if a decision on the paper could be made before 什么什么 你这个推稿的信 比方说这个文章 拖了很久了 那你就说是 这个reasons可以包含什么 很多reasons 我要毕业了 或者是我要promotion了 我后面有appraisal了 这些都是可以说的理由 跟这个editor也都会考虑的 我们editor毕竟 虽然忙 但是大家也都是在 在这个 都是为了知道 publishing的意义 非常重大 然后这些原因 都可以陈述 然后推一下编辑 这个decision 我的状态是什么样 文章的状态是怎么样了 在什么日期之前 我希望得到一个什么回复 或者这些都是data 具体什么data 然后得到一个回复 都是可以说的 然后最后一个问候语 在疫情期间 可以加上take care 这就是一个比较polite的 一个communication with we as it 的注意的点 最后介绍一下 我们Sage Journals 和Sage Academic Resources 首先呢 Sage 我们是一个 全球性的出版商 有books, journals and the library resources and the library resources and the library resources 然后呢 最早是由我们的那个 founder是Sala Miller McQueen女士 在1965年 创建的 Sage的历史 并不是很长 相比较其他的 像Suprogram 那就是Alphie Sevilla 两三百年的历史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年轻的一个 出版出版集团 嗯 然后我们guaranteed independence 我们呢 最终非常 非常独特的一点 是我们是完全 independence的 我们 guaranteed independence 我们free 是 从 可以从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 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呢 可以work together building lasting relationship with with teaching and with others and think longter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的 founder Sala Miller 女士呢 她已经在 把她的 control of the company to a group group of trustees charged with maintain our independence 就是我们呢 我们呢 永远不会 就是说是 跟其他的 出版商不一样 我们不会 go public and we will never be we will never be beholden to shareholder 不会被资本 给所 左右 所以我们的 宗旨 我们的 我们的宗旨呢 我们是 measure success not only by health of share price 我们不是以 我们的 share price 来measure 我们的 success 我们是 by fulfill our mission 我们的 mission是什么呢 mission是 building bridges to knowledge 架起知识的 桥梁 这再是我们的 使命和我们的 宗旨 这个是我要 claim的一点 非常重要 不同于其他的 出版商 我们更关注于 我们的mission 是架起知识的 桥梁 而不是追求 经济利润 Sage的 publishers呢 我们现在有 1100多本 期刊 然后呢 400多本 400多本 那个合作 期刊 然后有600多个 每年出版 大概 超过600本书 然后目前我们有 73个journal 已经有 impact factor了 然后有一些 199个一个 是gold open access journal 然后发表了 4000篇以上的 那个gold oA articles 覆盖了 165 countries 等等这些数据啊 open access journal呢 分为主要是 比较 比较 多的是 目前的 HSA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的期刊 特别和书 是我们的 强项 分为有 11个大类 然后呢 STM 我们也同样 也设计 分为19类 是具体的 期刊 可以上 我们的网站 搜索 然后这本期刊呢 目前是由我 主要是由我管的 然后我是作为 这本期刊的 WEC 在管 这个 在 cell transplantation 主要是设计 细胞移植 和细胞移植在医学当中的应用 报道 这相关的应用的研究的文章 然后这本期刊呢 最早以前是由 那个30年以前 是由 Camelio-Lucardio和 那个Paul Sandberg 这两位 这两位 专家 创办的期刊 像Camelio-Lucardio 如果熟悉的人 可以知道呢 他称为糖尿病之父 他是最早设计了 设计了 发明了 那个 胰岛细胞分离 然后可以用作移植的机器 所以非常出名 他个人 有发表了 1000篇以上的文章 H-Index 指数高达91 非常高 然后现在目前的主编 主要是Paul Sandberg 和台湾的 台湾的一个 神经 神经移植 神经科学的 内科学专家 林教授 这两位是coeic 然后我是作为执行主编 目前这篇 Cell Transplantation 已经有获得 10万次以上 发表了4800多篇文章 作者来自72个国家 请关注我们的 推特号 上面 推特号 如果更多详细的信息 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来了解 然后下面介绍一下 我们Sage的研究方法 叫Sage Research Message 其实我本人对这个 并不是特别熟悉 因为我是主要是做journal的 但是我收到了很多作者 很多我们一些专家的反馈 尤其是国外的 然后国内的现在 也有很多关注 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关注 他们特别提到 那个Sage Research Methods 非常好用 他们觉得是Sage 因为这是我们Sage 独有的著名研究方法 内容和检索工具 相结合的一个平台 是相对来说 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 用的比较多 但是很多方法其实也 适用于科学技术 医学领域的一些问题 因为很多研究方法 就像前面说的 就像guidalize reporting guidalize 是放置四海所基准的 是可以说一种是 研究的方法 像一种思维的模式一样 都是通用的 然后它特点是 它是简称Sage Research Methods 简称SRM 它是一站式的在线资料库 包含核心资料库研究实力级 数据级以及视频级 四种类型的方法 然后有关各种定量分析 止性分析 混合研究等 都有很多 还有一些 案例研究和理论讨论 有广泛的材料 然后通过数据库 可以了解研究方法 发现新方向 推进这个项目研究 特别是在海外 国外 欧美国的国家 这是好像 很多学生或者教师 在做自己的项目 或者备案当中 用了非常多 还有5000多种内容形式 多样的研究方法 资源库 包括你比方说 1000多种研究方法 图书参考书 以及期刊文献 还有2200余个真实案例 600个数据集 和1500多个视频 这个资源非常丰富 可以 然后如何帮助 它的研究呢 可以看到 比方指列说 它的方法地图 这个是 它就叫Math的Map 它可以把一些 研究方法的概念 与相互建的关联 用一个Map 给关联起来 然后某个方法的 深入研究 就可以看那个小 看里面的一个 小绿皮书 或小蓝皮书 然后像SarmCases 它某个方法 在研究情景中的 实际应用 它就会有 非常详细的一个 阐述和分析方法 还有自己的Data Base 以及Videos 甚至不仅是 以文字体现 它还有Videos 的视频集 然后实际研究中 运用的研究方法 它会视觉化地 给展现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资源库 它的内容非常丰富 而且产现的形式 也非常丰富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的报告 就到这里 谢谢 图书馆的所有 之前举办过 还有将来 未来会举办的 都会汇集在这个网站上面 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去都可以去回放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YouTube跟Bilibili的账号 就是这场的培训会录影 然后之后会放在上面 大家有需要的话 也是可以去回放的 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参考 服务组的邮箱跟电话 如果现在想不到问题也没关系 就是可以之后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发邮件到这个邮箱上面 就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疑问 没关系 然后我们明天的同样时间也是三点 还有一场是也是关于论文写作的 是我们邀请到Emily的编辑来分享 欢迎大家来参加和分享给其他同学 好的 如果没问题 今天的培训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刘老师的分享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再见 各位 再见 好 请监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